好 來看這位民眾身上包了很多的繃帶 因為他發生車禍受傷了 我們當時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不過一看呢 說你是輕傷 所以我們不能再請你自己搭車到醫院 當時他氣得破口大罵 他說 你看我是輕傷 但你怎麼知道我有沒有內傷 有沒有內出血 如果出事的話 誰來負責 林小姐臉上貼著膠布 還看得到大片淤青 手上繃帶一層一層包上去 這樣的傷勢 救護人員到了車禍現場 卻是判斷不動意 拒絕載人 這樣對嗎 救護人員就回來一直想說 問我說 你可以自己走嗎 那我就說 應該可以吧 拖著一隻腳 應該可以吧 腳上還有傷口 走起路來一搏一搏 將起車禍意外 林小姐餘寄猶存 不過救護人員一到現場 判斷她的傷勢 拒絕用救護車載 行動不便的林小姐 她氣得大罵 都傷成這樣了 為什麼不能搭救護車 那萬一吐了 或者是怎麼樣 內出血 還是噎到 那這樣的話不是責任更大 事實上台中市救護車出勤 是由到場的救護人員判斷傷勢 決定要不要送醫 不是每次必送 不過為了這個 救護車聚在世界 台中市長胡志強也對消防局長下了重話 得趕快擬出救護車出勤SOP 沒有人要你百分之百送SOP是送 但是有很多人他不要去 他沒事 他碰一下頭 他當然不想去醫院 局長你幫我回去研究一下 再告訴我 好不好 林小姐的先生最後亮出議員身份 救護車才改變態度 把人載到醫院 先是拒載 除是身份又有不同的做法 這樣兩極的反應也讓民眾擔心 要是受了外觀看不出來的內傷 沒有及時送醫 誰來負責 追求連家慶如臨 台中的採訪報導